明朝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雨昕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快問快答 今年過年怎麼過? 跟爸媽過 半年會想拚購什麼新唐頭? 沒有啊 因為那個現金都要拿去包紅包 所以那個紅包包幾位數呢? 不知道 要看親叔遠近 要看這個恩情 那維如最喜歡吃的菜? 蘿蔔? 有沒有在除夕夜喝到爛醉過? 沒有欸 我不喝酒 所以你酒量不好? 我酒量超不好 過年必吃的零食? 麻糬 麻糬是過年吃的嗎? 不知道耶 過年零食是什麼? 年糕 年糕啦 喜歡吃年糕 會去哪間廟拜拜求平安? 有跟爸爸媽媽去那個 財神廟北部山區的某一個地方 因為每次都是爸爸開車在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你拜拜通常去求什麼? 平安首先 那其次就是工作跟財運這些 對 愛情不求啊 我跟你講愛情求的那個都 最後你都覺得怎麼 為什麼會沒有用這樣子 所以就是求一個大體的桃花運就可以了 就是對我們的工作也是有幫助 那你拿過麻將嗎? 沒有 拿他來疊疊的而已 會玩不熱排嗎? 會玩可是也比較少 所以賭運 賭運 我的賭運不是這種的耶 是我喜歡玩那個俄羅斯轉排 以前做空腹圓 常常飛到國外 然後有一些飯店會有小小的賭場 就會去玩這樣 對對對 爸媽最常練你的一句話 怎麼不多吃一點 修宿三個跟豬年有關的吉祥話 豬是順利 豬年行大運 豬如此類 什麼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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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過年如果被家裡逼問婚事怎麼辦? 就打哈哈啊 跟大家一樣 欸雨夏 什麼時候大家都好像 這個年紀該結婚了 你也有對象嗎? 有打算嗎? 這個年紀不結婚的人還還蠻多的啊 而且你也知道演藝人員本來就比較晚婚啦 對啊 而且一結婚就沒工作了不行啦不行 要保持幻想 可是我們想要抱孫子 要未婚生子嗎? 打哈哈 離不上 好啦 那那個西洋前結婚要怎麼過呢? 我覺得應該會跟朋友一群人一起過 就不管有辦沒辦 我覺得通常是這樣 我的 我的習慣 對 今年過年 1月23號 喊單首映 一定要去看喔 放鞭炮 耶很熱鬧 裡面有我 跟鞭炮喔 哈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